我吐了六個月 然後懷孕幾個月真的想要 將來真的不論有什麼名為 什麼權利 走走走走走 所以我出去的時候 我小朋友躺在地上 那當事人意思就是 因為小朋友躺在地上的時候 其實是敵禮嘛 可能就有 會把一些他會罵的智慧 譬如他就講說 他是壞蛋啊 他是大笨蛋啊 他是什麼 他就類似講這些話 就是叫我看說 你看你的小孩沒有禮貌 那我當然就講說 我小孩怎麼會沒有禮貌呢 是發生了什麼事 影片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他道歉 他傳了一個訊息跟我道歉說 我是跟小朋友玩 那當然 可能抓了他的褲子 那他踢我 他罵我 他說我的小孩 踢他罵他 可是 我絕對沒有掐他脖子 他是在酒居狀態嗎 有他有喝酒 小朋友 小朋友目前就 我有安排心理輔導師 那進行輔導 那我其實更心疼孩子 就是說 孩子經過這幾天 那他前天 他自己跟我說 他說 媽媽我現在知道 以後如果我發生這種事情 當下我一定要馬上離開現場 來找你 或者是馬上去跟老師說 然後他就說 嗯 媽媽我想原諒叔叔 可是要再給我一點時間 所以孩子跟我這樣說 我真的我更心疼 那因為這件事情 我三個禮拜 我一人三個禮拜 都沒有得到一個 一個道歉 這件事情 對 替我孩子 我討一個公道